大家好,歡迎收看GameplayHK 我們玩Fallout有一個新的系統 就是可以自訂武器的組件 這些功能就需要我們用材料 又或者有等級限制 要我們學習技能才可以開放 最近發現了一個新的筆 就可以利用這個筆去製造一些配件 就可以稍微越級一點去製造 當然中間會有些限制 接下來我就告訴大家究竟怎樣去製造 就用這個雷射模式槍來做例 首先我們要製造的東西是沒有預備組件 需要製造的 我們就可以製造到下面的一個還未開放的組件 做法其實很容易 電腦就用沒事了 如果你是家用機的話 用你的電腦不要用上下鍵 成功就會像現在這樣看到 後面寫著四段 前面就出了一個製造表 然後按確定的同時 拉到下面 時機會比較難押 試試幾次就會做到 它就會像現在這樣 在背景看到已經四段 但是我們製作是製作三段 不過材料也是會消耗四段的材料 可以看到十三 減三個之後有十個 大家利用這個流動的時候 材料最好就是齊全 就會比較方便一些 這個方法大家只可以製造到 你選擇的東西 上下一格的預製組件 就不可以說越吸越太多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希望這個方法可以幫大家玩得舒服一點 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